10号校5点多左右 一名阳性民众驾驶租任自小客车 在京港路的妈祖公园前路口 和一名阳性民众驾驶自小货车发生碰撞 辆车冲出道路之后撞上路数 造成自小货车驾驶的头部受伤 乘客头部跟脚部受伤 而另外自小客车也有三名乘客受伤并且送医 警方拒报之后赶到现场迅速排除事故跟疏导交通 而另外在金门医院抽血检测 本案造势责任正在警方查证中 就是说你到时候也要做疾病 如果没有受伤的因为没有到处的潜力 应该也太需要多难 没关系 我知道 我顺你再慢慢观察我们 你又没有受伤 没有 目前都没有 7月10日17时5分左右 一部自小客车在京湖镇京港路 马祖公园前路口与另一部自小货车发生碰撞 两车冲出道路撞上路数 造成自小货车驾驶头部受伤 乘客头部及脚部受伤送医 自小客车共三名乘客受轻伤送医 经对自小客车驾驶酒测 初步排除酒后驾车行为 并自小后车驾驶 因伤委由医院抽血检测 相关造势责任由警方查证中 警方提醒民众 行经交叉路口 应该减速慢行遵守交通号制 进入路口应该做好速度管理 并且减速停让的准备 以确保他人跟置身安全 进入路口应该做好速度